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我们了解下 鸡是怎么回事儿呢 中国有14亿人 在我们国家 每年我们养90亿只鸡来吃 还养了27亿只母鸡 来给我们下5000亿只鸡蛋 这些鸡加起来 有117亿只多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的鸡喝什么 还睡吗 喝不了 和我们一样 它们得喝淡水 一只鸡一天喝500毫升水 喝的比人少 不过别忘了 它们的数量是117亿 全中国的鸡要喝掉585万立方米的淡水 585万立方米的水 可以装满2340个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每一天哦 哦 顺便说一句 这些鸡每天也得吃 它们数量惊人的资料 可都是用水灌溉出来的 等等 抽到水 老妈刚才不是在朋友餐唱了谜 让大家职业用水吗 让大家抹洗发水的时候 别忘了关水 还要我们少洗点车 大家不都在说 地球缺淡水 我们国家尤其如此吗 那么我们真的懂得 什么叫节约用水吗 去了解下食物的真实代价吧 为了您自己的健康 为了地球 为了动物 感谢观看